建立一個3D繪圖的 專案 請你選這一個 建立一個新的 DESIGN這一個 然後他就會跑出一張 3D立體的圖給你 那我們會用到的工具都只有在 上方這一條 還有右邊這一塊 那時候首先教 你怎麼去使用 第一個看到這個房子 他是回復預設子 你可以使用滑鼠的 滾輪 他會放大 縮小 滑鼠的右鍵 可以 水平移動 用任何角度去看 滑鼠的左鍵當然是選東西用的 還有一個滑鼠的滾輪 壓下去 滑鼠的滑鼠 不是用滾喔 壓下去他可以這樣移動 好我們最簡單來試一個東西 假設我們有一個 小物件 一個圓柱條了放進來 使用滑鼠滑鼠的滑鼠 前滾 後滾他會放大縮小 滑鼠的滾輪壓下去不動 移動滑鼠他會這樣移動 那使用滑鼠右鍵 你可以上下左右這樣來看 這樣來看 如果假設你畫面調的很奇怪之後 調不回來了 就請你點選 先讓我先讓我來看 我先讓你ikina 便走 屁股 有 一個